网红郭友柴发表不良言论被人实名举报 何者难战暂停直播 郭友柴绝对是目前的顶流 人气甚至超越了一线明星 关于他的传奇故事就不用我多说了 但从他的收入来讲 从日收入200元到日收入100万 是一天能赚100万 仅仅用了几天的时间 正所谓言红是非多 这不郭友柴被人实名举报了 举报人向何者文理局举报 郭友柴在直播的时候 向在场几千名主播及观众说 不上班行不行啊 不上班你养我啊 就也为这句话被举报者给抓住了 曾这是在弱化年轻人奋斗净身 带来了不良的向导 这句话大家是不是听着耳熟 这不就是邹幸迟电影里的经典台词吗 你要举报也得去举报周幸迟 你举报人家郭友柴干啥呀 举报人是什么心态呢 我估计啊有两种可能 意思他真不知道周幸迟电影里的经典台词 他没有看过周幸迟的电影 要么啊就是纯纯的红眼病 见不得别人好 这个举报对于郭友柴本人呢 应该不会有什么影响 毕竟明眼人都懂 就是无是生非啊 纯纯的无理取道 另一方面 何者暂停了南战的直播 原因是呢 五到七月啊 属于高考和中考阶段 为了不影响学生呢 所以暂停了文娱活动 当然除了这个原因啊 或许郭友柴你还真有点哲言啊 自从他火了之后 各地网红纷纷涌入何者难战 上演了一场群魔乱舞 你看看这些所谓的网红的造型 哎呀妈呀 不影直视啊 很多人对于直播啊 有着不好的看法 觉得直播让人们有了不劳而获 投机取巧的心理 很多人呢 都不踏踏实实的工作了 做起了网红梦 其实我身为一名 直播了五年的主播啊 对此你非常有话语权 直播真不像大家看到的那样 赚钱那么容易啊 事实上 想通过直播赚钱是很难的 虽然直播的门槛低 但是淘汰率你高达90%以上 100个人干直播啊 能有10个人坚持下来就不错了 而且这10个人里面呢 大部分就混个温饱 在那能活起来 成为大网红的概率非常非常低 可以说不比中彩票容易 而且直播啊 也不像大家看到的那样 轻轻松松把钱就挣了 直播其实是非常累 非常辛苦的 最起码比上半要累 就拿我自己来讲啊 现在每天附属的警力和时间 是上半时候的三倍以上 收入呢 其实和上半差不了太多 唯一比上半强的啊 就是稍微自有点霸了